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支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磁城位於關東的東北方 離東京不會很遠 大部分的大景點搭乘JR跟公車都可以到達 本支影片我們就來介紹磁城超大的景點 長路納科市 國營長路海濱公園的粉蝶花 水護的日本三民園的接樂園 還有圖普市的單車行程 來搶春季的磁城一日遊 由於春季長路海濱公園的粉蝶花非常知名 為了避免人潮 建議越早出發越好 我們7年左右從上野、品川或東英車站 搭乘特輯TOKIWA或HITACHI 不到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聖田站 接下來搭乘巴士 約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這裡約215公頃 將近到安森尼公園的十倍大 原本是軍用飛行場以及射擊練習場 後來於1973年3月 採納當地居民的希望以和平為主題建園訴求 國營長路海濱公園也因此誕生 我們今天的行程比較滿 就著重在春天的粉蝶花上 自助旅行的時間比較鬆的話 大家可以用騎腳車的方式玩個一天 從西門禁園區之後 我們直接走到劍晴之丘 也是粉蝶花所在地 這裡原本是使用建築廢土所堆疊起來的 高度達58公尺 也是長路納科士標高最高的地點 周圍沒有任何遮蔽 讓500萬株的粉蝶花跟藍天河為一 從小丘陵下方拍照 中間拍照 或是頂端拍照都有不同的美感 就在這裡花一兩個小時拍照吧 另外這裡的粉蝶花冰淇淋也是IG打卡的必備甜點喔 搭公車回到聖田後 搭乘長板線電車10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水戶 現在大概接近中午 我們來吃個午餐吧 來吃水戶是塔白六谷排名第二名的 中華百貝店鹽神 特地是用磁城當地食材所做的料理 我們點了淡淡麵跟涼麵 淡淡麵辣得很可以 涼麵的醬也是非常夠味 加個50塊日幣 還有小盤的麻婆豆腐可以吃 試試看日本的中華料理也是個不錯的體驗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徒步去街樂園 一路上可以進過千坡公園 沿著千坡湖畔散步很不賴 大概二十幾分鐘左右來到街樂園 這也是日本最後一代幕府將軍 德川慶喜的父親 德川齊昭於1842年所建立的 他成行孟子思想 古之人與民街樂 故能樂也 希望與百姓共享這片美好 也是這個地方稱作街樂園的由來 街樂園與石川縣金澤寺的尖六園 岡山縣岡山市的後樂園 被稱為日本三明園 這裡最吸引的地方應該是三千顆美樹的莓園 但可惜我們不是四月底來看的 所以花豆已經卸了 但園區內竹林、森林、紫藤、杜鵑 以及可以登高望遠的仙義台 還是非常值得一逛 園區內雙城三樓高的郝文亭 也是街樂園的必訪景點之一 大家可以參觀每一間房間不同的設計 走到最高樓層後 可以遠眺街樂園、前坡湖 以及水戶室 風景非常好 現在時間大概將近下午3點 我們前往最後一站圖普 從水戶搭乘電車 大概50分鐘可以到 圖普市是一個非常適合騎腳踏車的城市 有非常好的規劃 而且圖普車岸周邊 這邊有很多地方可以租腳踏車 兩三個小時到一千多塊日幣 可以騎到日本第二道淡水湖、霞浦 這個湖大概220平方公里 只比台北市小一點點 一路上有很多景點可以看 比方說超美的湖景 有風車的公園 或是美美的農村風光 對腳踏車騎士非常友善 很多人會選擇騎腳踏車繞湖一圈 大概需要七八個小時 但是我們下午4點才到 就騎兩個半小時 在太陽下降之前 我要突補車站 結束今天的行程吧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